球場上這些老人都是線內西安門球的長者 這一天大家又取績在一起 互相切磋球技 而參賽隊員中年紀最高有85歲 而他對今天的表現是感到非常滿意 看到這些長者拼得了精神 其實一點也不輸給年輕人 而在大太陽底下 參賽人員每個精神抖手 也希望這一天的表現能夠拿到好成績 這個運動對我們老人是很好的一種運動 大家好交朋友 又可以鍛鍊自己的身體 大家融合要談談心情會快樂不會鬱子 本縣也以大力推動長者多走出戶外 從事健康的活動 而門球這個運動因為不用消耗太多的體力 廣受了長者們的喜愛 所以目前在線內各社區 發展的情況是非常的好 年輕的這個競技啊 他們比較激烈 得名次也得來不易 那麼我們是對這個長者啊 我們特別給予這個 也會鼓勵他們 預算說 每年這樣子永遠的 永續的這樣子舉辦下去 這是我們這個舉辦這個活動 讓這個社區讓我們老人 給他們這個生活上的一種精神的鼓勵 這是我們最大的目的 主辦單位表示 要入門球運動其實是非常簡單 而且各社區政府都有贈送各項球具 所以長者只要有興趣 去一趟社區的公園 就可以與同好者一同來娛樂 以及從事健康的運動 明星王黃一淮 超通採訪報導